夏威夷的一些战利品简单分享一下 先跟大家开小的吧 这个是夏威夷那个朋友送我的一个 罗伊威的一个小胸针 这个它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玫瑰金的 然后反正就是做的是非常的精致很好看 样子就是罗伊威他们家的这个很经典的logo 这就是平时可以搭在西装外面 或者是小的针织毛衣外面 就买了一双这个夏威夷的鞋子 当时买这鞋子正好是去店里逛 1月1号去店里逛 然后我根本就没有想要买鞋子 特别是夏威夷鞋子 完全就没有任何打算 是我朋友他去逛 他去试一个鞋子 然后那个Sales呢给他拿了他鞋子 他盯着我的脚说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因为我脚特别的小嘛 他问我是不是34吗 我说是 然后他就跟我拿出了一个这个 他说是店里就是非常非常少 只剩这一双了 然后他就让我来试一下 觉得我试一双鞋子 其实之前我一直就 纠结了很久 想要买的一双鞋子 这里就是这双 罗束贴的这个凉鞋 这真的正好是我的买 34码 这鞋其实都涨价过好几次 好像刚出的时候是1000出头吧 然后反正现在 今年我买的时候 他说是刚涨价 我记得是买成1500多左右吧 其实真的对于一双凉鞋来说 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贵 这些皮 这应该都是那种牛皮鱼子酱那种吧 然后它的这个底也是皮的 它这个logo这里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但是他给我拿的这一款呢 正好又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黑金的元素 就不是珍珠啊 那种稍微有点娘 而且这双真的34码 确实蛮难买的 前一次去夏威夷的时候 还专门找了这双鞋 当时只有35 然后35穿着稍微有点大 因为这双鞋本来就是穿着比较男孩子气 比较中信封那种款式 所以如果大的话就显得脚 就是更笨重了 这次呢 我还买了一双Gucci的鞋子 这个鞋子是这次我去夏威夷 本来就想要买一双那种增高的运动鞋 看了好几个牌子 最后选到了Gucci这双 几乎没有怎么看到有人在穿这样子的一双白鞋 主要是它这个增高真的是还蛮厚的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设计这里都是那种皮的 它有那种很淡的这个Gucci的这个标志 就远看就是几乎看不出来 就是一双非常正常的白色的这种增高运动鞋 它这个鞋就自重挺轻的 然后上脚穿也很舒服 它的那个鞋底非常的软 然后这个皮质这里感觉也是比较好清洁的 所以这鞋子我觉得就是搭配一些阔腿裤啊 或者是直筒裤啊都挺好看的 它又有点那种增高的效果 而且纯白色就是非常的白搭嘛 Hello大家 来给大家 Money 甜 发疯 给大家做一些开箱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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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购物有点强 然后买了一些新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跟大家开一个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正好夏威夷那个朋友多多 他们从夏威夷这个星期来玩 然后我是在网上看上了一副Dior的一个小的耳夹 然后呢正好他们那边睡低嘛 我就让他帮我买了带过来 这个耳夹好像是五百五百五左右吧 我看图片我觉得蛮好看的 这个珍珠 然后底下有一个这个做旧的这个CD 像铜的那种质感 然后是有一颗小珍珠 然后后面一个大珍珠 然后就是小的就是在前面 然后戴在耳朵上 我觉得这个珍珠 然后再加点这个金的 又可以就是比较酷 然后呢也可以比较鲜 就是感觉搭配还挺多的 反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它也不是那种体量比较大的 我看了一下小红书大家的分享 就是好像戴着也一点都不疼 可以戴很久 我还买了一箱 Essence上买的东西 这个Tom Dickson的一个香薰 种草超久了 但是它真的挺贵的 我居然这次发现在Essence上面打折 才反正不到一百刀吧 它原价应该是差不多两百刀 颜值超级无敌的高 摆在家里就很好看了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 我觉得它这个做工真的很好 它这个瓶子挺重挺有手感的 它是把那个水装在刚刚那个小容器里 然后它是有一根这个小碳棒的感觉 就是这样插在瓶子里散香的 这个真的是颜值很高有没有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买了一件这个牌子 还是不会读 Jack Mousse Jack Mousse的这个小上衣 这个也是蛮有厚度的一件小针织毛衣 这个是有点小V领的 就稍微有点小性感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也是特别适合 很瘦的女生穿 它总是做这种高腰的 然后袖子又很长 就会显得整个人非常非常的纤长 反正模特儿穿着我觉得是很纤长 它袖口这里也是这种小花的 我还买了一件泳衣 我其实好少在美国买泳衣啊 诶 这个 这是这个牌子的 Louisa Ballou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 但它就是感觉长得有点奇怪 对 它是那种连体的泳衣 但是呢 它又挖了很多洞 就是既保守呢 然后它又有一点设计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买了一条牛仔裤 就也是这个牌子 我还蛮喜欢在Essence上面买 这个Girlfriend这个牌子 我觉得他们的牛仔裤 还蛮适合我的身型的 就是我买的是一个最小码吧 23码 这个颜色我觉得蛮好看的 就是那种有点水洗蓝 它底下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开叉的 这个 希望这条我能穿得上 因为感觉稍微有点长 就是是我今天的所有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这次买的东西 都还蛮成功的 嗯 讚 拜拜 哈喽大家 今天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个 最近呢 又买了一只新的猫猫 它现在刚刚有点困 可能在睡觉 刚睡醒 感觉懒懒的 是一只阴短的精健层 然后它现在还不到三个月 所以就是 非常的小奶猫 很可爱 很好撸 它的毛真的是超级舒服 超级软 对 然后它已经来我们家 两个多星期了 因为我们家还有一只科技嘛 但是它们除了第一天 刚刚把它抱回来的时候 我们家那个科技有点不开心 然后之后一天 它俩就还是能够 友好相处了 对不对 而且 就它们俩互相也不太理对方 反正狗也不跟猫玩 猫也不跟狗玩 但是这个小猫 它就很可爱 然后它性格很好 一点都不怕人 非常喜欢就是 人去撸撸它 摸摸它什么的 因为它俩的这个毛色 都是黄黄的嘛 就感觉特别的搭在一起 然后它也还蛮喜欢 让人抱抱的 就是能抱一段时间 不会跑走 反正养猫 我觉得跟养狗的乐趣 还挺不一样的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温哥华买到的一些东西 买了一个SELINE的小帽子 这个我在温哥华的Vlog里面 有戴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纯黑色的一个鸭舌帽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 非常的百搭 比较简单的一个C的一个Logo 它也有那种写了SELINE的整个名字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Logo太明显了 它这个有个C 我觉得就稍微要低调一点吧 这个C是有点毛绒感的 我觉得就是质感还挺好的 然后这是个纯黑的 好像是今年的新色 之前出的是一个深蓝色的 然后当时我就试了一下 当时我是试了一下这个帽子 然后我就立马非常的种草 然后就决定要买了 就是首先我觉得它这个帽型 真的还蛮适合亚洲人的 CELINE的帽子 我就是也翻了很多小红书 这款帽子也是属于大爆款 就是一上就会被抢光的那种 然后当时逛街也是店里最后一个了 然后就买了 其实当时买的时候价格是有点贵的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一个这么简单的帽子 会这么贵啊 这个帽子我来看一下价格 对它是660加币 真的是非常贵 算是我最贵的一个帽子了吧 一般我觉得就是好一点的 绅士品帽子也就三四百 我觉得660 不对这个是加币 反正就是算成美金大概500多 我知道美国好像是卖510还是520税钱 还是蛮贵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确实是蛮喜欢戴帽子的 所以我觉得买了也是一个我应该会经常戴的一个单品吧 所以就是如果我觉得又喜欢 然后呢又是比较实用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值得去买一个好一点的 对所以我就买了 正好夏天要到了嘛 就是经常像这个帽子也很简单很百搭 颜色也很百搭 就是随便像今天穿了一个这个卫衣 就戴着也挺好看的 然后还去买了一个这个大大特产十足鸟的两个小外套 我买了一件这个 这种小的厚厚的有点像小棉外套 这个还蛮便宜的 这个才280加币 感觉是一件蛮实用的小外套 感觉挺防风的 自重是非常非常轻 它里面是有一点像中小夹克的棉袄 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洋气的 它是那种灰绿灰绿的 是一个这种半拉链的设计 平时去户外穿爬山呀 或者是去什么国家公园 或者是日常穿 都还挺合适的一件小外套 给小羊买了一件外套 它这件质量跟我那件差不多 也是一个稍微有一丢丢棉的 这种小的夹克外套 也是自重非常的轻 然后是件黑色的 也是那种我觉得平时日常 非常百搭的一个全拉链的外套 这件也不贵 320加币 哈喽大家 Sephora打折 然后我买了很少一点点东西 非常小的一个箱子 就是因为这几个月长痘嘛 然后用的东西都是去一个美容院 医生建议我用的一些驱痘的东西 买了一个这个Farmercy的卸妆膏 那好像是一个新的味道 我看这照片好像应该是什么木瓜味 和这个估计是最大盒状的 哇非常大一个 这个是200毫升的 就这个就使用感受挺好的 卸妆比较温和 然后敏感肌用着非常的放心 而且也卸得很干净 现在我卸妆就是怕我卸不干净 所以我一般是先用贝德玛的那个水 先用化妆棉擦一次 然后我再用一下卸妆膏 然后呢就是基本上是关于头发的 一个之前也买过给大家推荐过的 这个Oui这个牌子的发膜 我选的是Thick Hair 就是味道非常好闻 然后也是质地比较creamy的 非常的滋润 就是用了以后头发就是肉眼可见的 会柔顺一些 还有两个也是头发的东西 就是我以前用过的产品 一个是这个Orabee的这个 一个发油 之前买的那瓶快用完了 确实我觉得也很好用这个 特别是它这个头是这种挤压的泵头嘛 就每次用起来很方便 就是挤一小泵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发油 这个摩洛哥油 这个也是我之前一直用的是这款吧 也是小小瓶的 出门旅行啊什么带着都很方便 其实这个的话 这个盖子打开 它那个口就比较大 使用起来没有Orabee这个方便 就这个是有时候倒 有可能会倒多啊那种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也是新的产品 这个是NARS的一个遮瑕笔 就是这个 他们家很火的 就是最近痘痘就是 比之前好一点了 但是就还有很多痘印嘛 所以就还蛮需要一个遮瑕的 之前我用的那个遮瑕笔 我觉得有点干 就是好像有点遮不住的痘痘 然后小红薯上面 所有的痘痘鸡 瑕疵 钉状喷雾还挺好用的 持久力和钉状力确实还不错 然后因为是水状嘛 它很快就吸收了 还稍微感觉能够有一点点滋润的效果 这就是这次我Sephora上买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那边再分享一个Lululemon的包裹 最近又非常的长草Lulu的东西 所以又买了一堆 只有一条这个裤子 这个是内径的那条神裤 就是Soft Stream 然后呢我买了一个这个白色 然后这个我买的是一个正常长度 就是长裤的那一款 我买的size是0号 应该是他们的最小号 裤子真的就是 不怪它那么火 真的是太好穿了 它的这个腰是这个松紧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松紧带的设计 就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整个裤子的垂坠性非常的好 面料也特别特别舒服 我上周买了一条这个黑色 它这个黑色有点像那个碳灰色 其实是不是那种纯黑 它有点偏灰 然后这条我买的是这种crop的 这个我觉得穿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整个腿显得很直挺细的 搭球鞋什么的都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就又入了一条这个全场款的这个白色 我觉得夏天穿白色应该也是挺好看的 而且就显得腿真的是挺长的 然后这次我还买了这个scuba的一个 现在我穿的这件 这件是一个纯拉链的这个开衫 它是这种有点高腰的 这件也很火 就是而且特别是这个颜色白色 经常断码 它这个稍微的属于比较小 我觉得里面穿那种高腰的比较好 平时我穿的话就是把它拉开 然后我还买了一件这个 也是这个白色 就这件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那种 短袖的T恤 这个系列也还蛮火的 好像是back to action 它的这个版型是稍微有点宽松的 面料这个好像是他们的那个 ready to lulu的那个面料 特别的有弹性 完全不会容易皱的那种 就穿上去垂坠感挺好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条这个裤子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align这个系列 其实之前我有几条align了 但是这个因为就是很火这个颜色 叫java吧 好像就是一个什么粒子色 经常断货 这两件搭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特别的像那种lulu女孩的感觉 OK那这就是这次的购物分享 断断续续今年的购物分享录了好几个月吧 我准备这次录完就把视频剪出来 就算是做一个购物分享的合集 OK那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